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本章最后一节 关于第七节国际税收关系 它是为我们后面第十一章国际税收的学习 做这个前期的知识铺垫的 所以这一节的国际税收内容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知识点来介绍 第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关于国际重复征税 那这样的客观存在的重复征税 它到底是怎么来引起的有什么样的类型 那这样的问题呢 它跟我们的后面十一章学习有密切联系 所以把它放在重要的考点来进行学习 所以我们把它列为了重要考点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 这个国际税收它是怎么会产生国际税收呢 它首先呢是基于税收的管辖权 那税收的管辖权又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征税方面的主权的具体体现 所以这个税收管辖权它是主权的一个具体体现 那么这个管辖权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两类一类呢 那就是按照你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地管辖范围之内的 叫属地管辖权 你是咱们就征税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属人管辖权 就看你这个纳税人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居民 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 你是不是够居民身份 那是我们就按照居民进行管辖 如果不是 那我们即使是取得于这个在我们本国取得了 但是你不是居民 那我们就按照非居民来进行管辖 所以要么按地儿 要么按人 那这个管辖权无非就是这么两个大的基本原则 但是从类型上来讲呢 咱们把它分成了三种类型 一种叫做地域管辖权 第二就是居民 第三是公民管辖权 那这样呢 属地属人两大类 含义并不需要大家掌握 了解基本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所谓属地 一个国家对发生其领土范围之内的 领土管辖范围之内的 或者来源于被认为是其境内的全部所得 行使征税的权利 这就是地域管辖权 而居民呢 它是属于本国的居民身份的 不管你是企业还是个人 居民身份 不一定呢 它是有国籍 是吧 那它只要是居民身份 也不一定非得在这个国家注册 但是它有居民身份了 那它就一定是按照居民管辖权 而公民管辖权呢 这主要是按照国籍来进行管理的 这样呢 咱们所说的居民也好 公民也好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纳税人的概念 这个纳税人呢 既有个人 也有法人 也有团体 也有企业 也有公司 这样呢 咱们在属地属人的两大分支下 三大类税收管辖权 地域管辖 居民管辖 和公民管辖 那么各个国家 在选择这个税收的管辖权 也就是征税的主权上 这是可以自己选择 主权嘛 这是由一个主权国家自定的 那么有的国家可能 就是在这三个里面呢 选其中之一 比如我就用地域管辖权 有的国家呢 可能从三个里面选其中两个 也有三个都选的 那我们在这 提一下 咱们曾经在前面讲到 咱们税收法律关系当中的 主体一方 我国对这个纳税那一方的管理是 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那也就是我们选了两个 我们用地域管辖权 同时我们也用居民管辖权 来进行管理 这样呢 这个管辖权 分清楚了 这个问题呢 可能也就会出来了 那有的国家 是吧 他实行地域管辖权 对来源于我这个地域的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来源于我这的所得 都要在我这交税 但是有的国家实行了居民管辖权 那就是大国纳税人 无论你上世界什么角落里面 取得的所得 只要你是我这个国家的居民 你都要回来向我纳税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 就自然应运而生了 那就是主权国家 同时行使了税收管辖权 是吧 谁也没错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他就有重复了 他就涉及到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了 所以我们这就提到了 叫做国际税收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 或者地区 基于他的税收管辖权 对跨国纳税人分别征税 这样呢 他影响了跨国纳税人的 这种收益分配 同时也影响了 他的居住国和 这个所得来源国之间的 这种收益分配 所以这样所发生的 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 就叫做国际税收关系 那么国际税收 它不同于国家税收 国家税收是某一个国了 也不同于涉外税收 涉外税收是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而国际税收呢 是国与国之间的 这样呢 我们在了解了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关系时 就必须会引出这个概念了 叫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 那它的这个基本含义 肯定是两个国家 或者是更多的 对同一个征税对象 分别行使了征税的权利 那这种同一征税对象 它同时行使征税的权利 甚至还是对同一个纳税人 你说这到底问题出在哪了呢 问题就出在了税收管辖权 各国都有税收管辖权 它在行使的同时 它存在了这种交叉 那有的时候咱们说 这种税收管辖权的重复呢 它这个狭义的角度 是对同一个跨国纳税人 而且呢 是同一个征税对象 那就是说主体是相同的 课体是相同的 同时征税 但是它是不同国家征的 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国际重复征税狭义 而广义的呢 那就是更大范围的重复了 其现在 不同的国家 是吧 它对同一个纳税人 甚至是不同的跨国纳税人 不同的主体 当然呢 它的更税对象呢 是相同的 这样的来进行同时征税产生的交叉 那像这样的问题怎么去理解 不需要很深入的 我点到为止 那 那狭义的 在同一个这个主体 同一个课题上 两个不同国家都征税了 比如说 总公司设在A国 分公司设在B国 这样的总分公司 是吧 它都要遵守所在国的这个法律 法规的制度 所以所在国 A国和B国 对同一个主体 因为分公司它不是法人 所以它跟总公司应该叫同一个主体 然后是同一个所得 分公司在来源地所得 在分公司交税 然后回到总公司 总公司也要征税 这样呢 这个AB两个国同时征税 这就是我们说的狭义的 而刚才所提到的广义呢 那比如说 我们有母公司 还有子公司 它分别设计了AB两个国家 是吧 它呢 是两个独立的法人 这样呢 母公司在A国 是吧 交税了 子公司在B国交税了 这是不同的跨国纳税人 但是子公司在B国交完了的税 税后利润 它要给母公司分配 这时候母公司所在国 按照居民管辖权 也要对这部分所得征税 那当然 这是属于同样的征税对象 都是子公司的所得 这样同时进行了征税 这就是我们说广义的 除此之外 对同一笔所得 或者收入确认标准啊 计税方法呀 这个不同引起的国际重复征税 都是属于广义的重复征税 那么这种重复征税的解决呢 是吧 这肯定不能通过纳税人自己来解决 那它就要国与国之间来进行协商谈判 签订税收协定 来避免这个重复征税 所以我们后面在学习当中 就会给大家介绍到 如何来避免这种叫做广义的重复征税 如何来避免这种狭义的重复征税 咱们在国际税收当中 会有大的例题举例来说明具体避免的方法 好那在国际重复征税的内容中 我们提到了这个三种重复征税的类型 这是咱们容易出选择题的考点 注意选择题容易在这出题 那哪三种类型呢 看好了这呢 法律性的经济性的和税制性的这三种 因为它们含义各自是不同的 所以理解一下 所谓法律性的是不同的征税主体 两个主权国家嘛 不同征税主体 它对同一纳税人这是同一的了 而且是同一个税源 这样呢 两个同一 是吧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举例子的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总分公司之间的 所以法律性的重复征税 其实也是狭义的 也是呢 咱们通常所指的国际重复征税 而经济性的是不同主体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 来重复征税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叫做母子公司之间的 就属于经济性的重复征税 而税制性的那就是各个国家 它在这个税制结构的建立上 都是既有对纯收入的征税 那就是所得税吧 也有呢 对你这个流转额收入额的征税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想增值税啊 消费税啊 所以这时候 咱们这个每个国家都有符合双主体税 那形成了叫做税制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所以这样的选择题 主要是看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含义 然后辨别它是哪一种类型的国际重复征税 好的 那我们在国际重复征税中 又提到了 就是它产生的原因和它的具体形式 成因选择题也非常容易考到两个成因 一个呢 就是国际化 这个纳税人 他的所得呀 或者收益的国际化 那就说他有跨国投资业务 才会产生这种 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 才会产生这种国际重复征税 如果都是在本国 它也不可能 所以它是国际化 第二个呢 就是普遍化 那就说各个国家 它可能税制是不一样的 但是 它一定都会有所得税 它有的国家可能没有对收入的征税 是指一个单一税制体系 但是一定都有所得税 因此对所得 你这个来源国也征税 你这个居住国也征税 所以同一个所得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同时交税 重复了 好的 那除了两个前提条件之外 还有产生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 还是低于我们的税收管辖权 所以税收管辖权 是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根本性原因 而这样的根本性原因 那我们就要想到了 税收管辖权都有什么权利呀 怎么能重叠呀 所以产生税收管辖权重叠的几种形式就出现了 那这几种形式 我们知道税收管辖权无非就是那三种类型吗 是吧 那它的交叉呢 无非就是它们之间的交叉 所以我在这列了这么一个图示 分别呢 举例 甲国它的税收管辖权 无非就是居民管辖权 或者公民管辖权 或者是地狱管辖权 那么乙国它也是啊 就是这三种管辖权 它可能选其中之一 或者是两个或者三个 这样导致了 甲国和乙国同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时候 可能是居民和地狱 是吧 一个是居民管辖权 一个地狱管辖权 那这样的重复征税 这是比较普遍的 那还有可能呢 是居民和居民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同的国家在判定居民身份的时候 那个标准是它自己定的 那有的国家呢 可能认为你是注册在我这 那你就是我本国的居民企业 是吧 那么有的国家可能认为 你虽然不注册在我这 但是你实际管理机构在我这 就是我的居民企业 这样判定居民的标准不一样 你成为了两个不同国家的居民了 所以这时候都要交水 居民跟居民的重叠 好 那我们还有呢 第三种重叠方式 地狱和地狱的重叠 那两个地方它怎么会重叠到一起呢 依然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地狱的标准是什么 也是国家来定的 是吧 那有可能甲国定 什么是来源于我这个地狱的所得呢 他说这个所得从我这汇出去了 支付地在这 这就是来源于我们国家的所得 反过来讲乙国呢 他说这个地狱啊 不是支付地 而是这个业务发生在我这了 那你就是在我们国家有所得了 所以地狱各个国家判定的标准也不一样 有的是按支付地 有的是按照这个劳务发生地 是吧 有的还有什么来源地等等 这样可能你同时是A国的所得来源地 那么也是B国的所得来源地 这样不是也容易重复吗 当然这样的重复呢 还可以产生在这种交叉上 居民和地狱的是吧 居民和居民的这样的交叉上 总而言之 这个税收管辖权的这种重叠 造成了国际的重复征税 重叠的方式就是 这不同管辖权的这种同时出现 好 那我们像这种关于国际重复征税 以及它的成因啊 它的形式啊 还有这个重复征税的这个类型啊 等等 我们在这就可以有考点出现了 举个例子 问的是不同的征税主体 对不同纳税人同一税源征税 看好了 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征税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广义的国际重复征税 确切的说呢 它应该是一种叫做经济性的重复征税 A是正确的 那狭义的是法律性的 那个指的是什么呀 是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个纳税人的同一个税源 所以要是主体同一 是吧 同时呢 客体也同一 这个时候才叫做法律性的 所以咱们说主体是不同一 客体是同一的 这叫经济性重复征税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本节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国际重复征税 好 关于本节的第二个知识点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就是国际税收协定 那这样的问题呢 不是重点 国际税收协定 是一个这种书面的处理 国际税收关系的这种书面的协定 所以它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这个协定里面有什么样的规范性的内容 大家能做一个了解 我们后面在第十一章当中 会拿出中国和新加坡所签订的税收协定 在第十一章当中做展示的 好 那我们关于本知识点都了解哪些内容呢 这个国与国之间 由于跨国纳税人的跨国业务 产生了这种经济往来 产生了利益分配 那么各国要行使它的管辖权 又产生了重复征税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为了协调相互间 在处理跨国纳税人 征税事宜和其他有关方面的 这个税收关系的时候 本人这个对等的原则 由政府协商谈判 这样形成了一种书面的这种条款 或者是书面的协议 所以国际税收协定就这么来了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 国际税收协定呢 咱们有两个叫做范本 有两个范本 那也就是说各国签的时候 范本 各国签的时候呢 就是以他们作为这个样本 或者说这是一个模板 那我们在这个框架下签 那两个范本 一个呢是联合国范本 一个呢是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范本 当然我们在后面讲 国际税收那一章的时候 它还给展示了一个 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 签的中心国际税收协定 但是在现在学习当中 是不需要去把它展开的 好那这样的税收协定 它书面呢 它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了解一下它的基本任务 那就是妥善处理这个国家之间的双重征税 重复征税的问题 采用一定的这种措施方法 比如说免税法呀 抵免法呀 这样呢来有效的处理 来避免这个重复征税 所以它的原则呢 实际上就是平等负担 是吧 然后取消这个差别待遇 那当然我们的税收协定的目标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各国呢在税制上的差异非常大 那在征收管理上的差异也很大 所以呢 要互相交换他们的这个税收情报 这样呢 防止或者减少纳税人 利用两国的差异来钻空子 这样呢 来进行国际的这个避税和 国际的偷逃税款 对吧 所以国际税收协定有三个目标 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税法考试里面 都是选择题 所以呢 我们还比较难考到 大家就是一个知识性的了解 而在这样的书面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这倒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题考点的 因为它列出来了 这个一条一条的六项 有 一 适用的范围 这个税收协定 就是谁和谁签的 是吧 那我们国家现在应该和世界上101个国家签了 这种税收协定了 那跟每一个国家签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说清楚 使用范围 这个是中国和哪个国家签的 另外它里面有一些基本术语 还有一些对佐德和财产课税的规定 还有一个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 这个注意呢 容易出选择题 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 在这提到了这么两种方法 一种是免税法 在来源国争的 回到居住国 不要了 免税 那 当然这个方法 有它的缺点 那就是 这个税收的 这个 主权啊 因为你全都不要了嘛 那等于你就是 都放弃了 免税法 所以这里面 涉及到国家的 这种利益问题 因此 免税法呢 其实使用的国家并不多 而抵免法 用的更多 那就是你在境外取得的所得 是吧 回到我们居住国 还要交 只不过在境外交过的 可以抵免 两种方法 我们国家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另外 在国际税收协定当中 还要提出 关于 无差别待遇的问题 关于防止国际的 偷漏税 和国际避税问题 所以选择题 你知道一下 国际税收协定的 基本的 涉及到这些内容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提到了国际避税 是吧 就是 纳税人要用 国与国之间 这个 在税制上的 安排上的这种 什么漏洞啊 什么特例啊 缺陷啊 那去规避 去减轻 他的这个 整体的 这种税收负担 这是 从纳税人的角度 特别是这些 跨国纳税人 当然了 从各个国家的角度呢 他也要保护国家利益 那就是要 反避税 所以咱们的 反避税 那可以说 加强国际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种 这个国际合作 体现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经常说的 就是BAPS行动计划 那这个BAPS 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它实际上指的是 税机寝食和利润转移 英文的字母的 这个开头的字母 确切的说呢 它是指跨国的企业 利用国际税收规则的差异 有的差异是不足 有的差异呢 它是属于这个漏洞 因为各个国家之间 它肯定不可能 完全衔接的上的 里面肯定会有漏洞 而这些跨国纳税人呢 利用这些 这个漏洞啊 不足啊 最大限度的减少 它在全球的总体税负 所以 它现在的目的是 双重补正税 在那时候都不交税 这样呢造成对各国税计的这种侵蚀 所以 税计侵蚀和利润转移 那么各国怎么去应对呢 那咱们的BAPS行动计划呢 是 由我们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出面 和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当然我们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 但是我们是它的什么呀 是它的合作伙伴 那我们以这个合作伙伴的身份呢 也参与了这个BAPS行动计划 那么这些计划 咱们在后面讲国际税收里面 还会再提到 所以整个的这一节 看来呢 作为考点能够出题的 还是前面的国际重复征税 好 这节呢 我们就 这个了解上述内容就行了 到这为止啊 咱们已经把第一章的内容呢 全都介绍完了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第一章 特别的税 这说点 那说点 那系统性呢 也不太强 那我们说这第一章 到底都说了什么 其实是大家挺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来进行一下 本章内容的总结 第一章都说了什么呢 税收法律关系 主体课题和内容 主体是重点 是吧 重点是税法的原则 基本原则四个 适用原则六个 咱们税法的构成要素 这讲了四大类的构成要素 其中有的里面还包含着其他的 那么这些基本要素 你要把它的概念性的问题搞清楚 那好区分 每个要素说的是什么 另外 在我们税收的立法机关这 不同的立法机关 它立的有叫法律的 有叫法规的 有叫规章的 他们分别都各自 有什么样的立法权限 立的都叫什么 这是我们经常命题的地方 咱们现行的税法体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实体法 程序法实体法里都有哪些税 程序法有什么样的规定 后面会具体的讲 这只是建立了一个框架结构 另外就是征收管理范围的划分 国税局征什么 这个地税局负责征什么税 另外呢 就是他们征的税 哪些是属于中央固定收入 哪些是地方固定收入 哪些是共享收入 特别是我们的共享收入 现在的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三大税 以及呢 咱们有三个小税中 还有就是想 依法纳税当中 这个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也是容易有考点出现的 还有国际税收关系里面的 国际重复征税 所以整个的这一章 在我们考试中 一般就是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但是出自什么地方 这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学习的时候 那就是要把面上的知识 一定要把它区分清楚 但是不需要对它的里面的东西 进行深入的挖掘 那我们的第一章呢 虽然费点时间 但是它对咱们后面的学习呢 是一个知识性的铺垫 因此呢在第一章的内容中 大家还是要静下心来 比较枯燥 比较繁琐 但是这些知识 对学说法还是有帮助的 好第一章的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